好,各位同學,你們好 我們今天要開始講三明版第九課的課文 那我們先來看標題 I owe you a big apology OK,我欠你一個非常大的道歉 那這裡有三個 OK,hashtag,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practical writing OK,應用文 這一篇是個應用文 其實如果你在開始讀文章時 你會發現它其實是一個書信體 OK,它其實是一封道歉的信 apology later OK,同學可以自己寫上去 那我們來看另外兩個hashtag Social sustainability and healthy relationship OK,這裡有幾個關鍵字 第一個是social 第二個是relationship 其實這一課呢,我們在講一個重點 在講一個心理學非常火紅的專有名詞 叫做emotional blackmail OK,情緒勒索 OK,情緒勒索 那我相信同學呢,在你的日常生活中 偶爾也會不小心情緒勒索他人 或者是成為情緒勒索的受害者 對吧 所以我們今天呢,就要來看這一篇文章 那在我們進入到這篇文章之前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談的閱讀技巧是什麼 今天我們要談的閱讀技巧 叫做推論 making inferences OK,同學你可以自己想中文 推論 為什麼叫推論呢,就是從文本當中 你沒有辦法直接透過文字 就了解的概念 你必須要透過 讀得懂 作者想要傳達的這個弦外之音 OK,這樣的行為 這樣的閱讀行為 我們就叫推論 那我們來看下面的說明 文字說明 not all information is always directly stated in a passage OK,並非所有的資訊呢 在文章中都可以直接被陳述出來 也就是說有些資訊呢 其實是透過間接的方式 或者是比較隱晦的方式被帶出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learn how to read between the lines that is to make inferences 所以啦,讀得懂弦外之音 就顯得非常重要 同學幫我把這四個字圈起來 read between the lines 讀出弦外之音 那讀出弦外之音呢 其實就是做推論的意思 好,那我們在讀文本時 如何讀出弦外之音呢 這邊呢,我們來看下面的文字 You need to use both your background knowledge and specific details or clues from the text t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 or to grasp the author's real meaning OK,你要使用你的背景知識 或者是文本當中 加上文本當中特定的一些細節 或者是訊息 來對於整個文本有全面性 或更深刻的了解 而對後果這樣的方式呢 我們才能抓住作者背後想要傳達的概念 OK 那等一下呢,這邊有一個題目 我們讀完文章後呢 會回來解答這個題目的答案 那我們現在事不宜遲 我們就直接進入到本課的第一個段落 OK,各位從第一個段落開頭 Dear King,我們就知道這是一封書信題 对吧 親愛的King I'm writing to that you know how sorry I am for pressuring you to write the college application asset for me last month OK,Dear King 我寫這封信呢 是要讓你知道 我對你非常抱歉 OK,整個句子就是 這樣的簡單的意思 OK 這裡,首先第一個重點 Does somebody know 這裡的that是十一動詞 十一動詞 後面遇到動詞記得原型哦 老師這邊幫你標示出來了 而這個no本身是 極無動詞後面要接受詞 而在這個句子裡面 它的受詞 是名詞子句 由how所引領出來的名詞子句 所以同學這邊 how一路到last month 幫我刮鬍起來 寫上名詞子句 作為no的受詞 OK嗎 名詞子句作為no的受詞 所以呢 寫這封信是要讓你知道 我對你非常的抱歉 為什麼對他抱歉呢 各位如果我要把原因說出來 我加上for so I'm sorry for doing something OK 所以for 你看這邊就接了for 好 那為什麼很抱歉呢 因為 pressuring you to write a college application asset for me last month 因為上個月呢 我要求你我強迫你呢 替我寫這個大學的論文 小論文 大學申請的小論文 OK 同學這裡有一個重點 pressure pressure當名詞叫壓力 當動詞叫做強迫 迫使的意思 那同學這邊要特別注意 英文會有三大類的動詞 它的用法很類似 首先第一個就是強迫類的 像pressure和force 或者是說服類的convince 或是persuade 或者是欺騙類的像cheat 這類的動詞 只要餘意 有這三種解釋的 後面加上somebody 後如果出現動詞 它可以有兩種寫法 一種是表不定詞 OK 表目的的 那另外一種你可以加上into 加上bing 兩種都可以互換 而在這個第一個句子這邊 它選擇的是不定詞 那我們等下在下面的段落 你會看到它是用 into加上ving的 OK嗎 所以這個就是pressure的用法 好 所以整個句子我們解釋完了 那我們往下看囉 When you show me the article posted on the mental health website yesterday I realized my mistake of trying to manipulate your feelings to get what I wanted OK 當你呢 昨天給我看一篇文章 When you show me the article 各位那這篇文章有什麼特別的 我們這裡用了一個分詞 過去分詞 過去分詞 post it OK 所以同學 過去分詞 分詞 購句這邊其實都可以還原 所以同學幫我還原 the article which was posted on the mental health website 所以昨天 當你給我看這個 po在這個 心理健康網站相關的文章時 OK 我了解到我犯錯了 I realized my mistake 那這個錯誤是什麼 trying to manipulate your feelings 因為我嘗試要來控制 manipulate 其實就是control OK 去控制某人 所以控制你的感覺 控制你的思想 來獲取我想要的東西 to get what I wanted 這裡的what 同學你可以還原 他其實就是the things which 所以這邊你可以寫成to get the things which I wanted OK 那因為which如果當獸格 他是可以省略掉的 所以這裡的which同學也可以刮呼起來 OK 所以呢 這個作者 這個Thomas寫這封信的人呢 他想要控制他的朋友 King的感覺 的情緒 來得到他想要得到的東西 I cause you unnecessary distress and put our friendship to the test I'm truly sorry about that OK 那我對你造成了非常不必要的痛苦 各位 cause somebody something cause somebody something 這個叫造成某人不好的狀態 造成某人不好的狀態 OK 所以啊 我很抱歉 我造成你不必要的痛苦 Distress 其實他就是pain 他其實就是pain 或者是 以後高二 的時候會學到一個聲字叫做agony OK so pain 或者是agony 好 所以啦 我造成你不必要的痛苦 and put our friendship to the test 各位 you put something to the test if you put something to the test that means you put something in a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OK 你將某個東西 或是某件事情 曝露在一個非常 處境非常困難的狀況下 所以啦 我非常抱歉 我對你造成不必要的痛苦 而且把我們的友誼 OK 曝露在一個非常艱辛非常困難的情境之下 I am truly sorry about that 我對你真的很抱歉 好 那各位同學這邊應該會有一個疑問 老師你剛剛不是說sorry 後面如果 可以加for嗎 帶出那個原因嗎 因為某件事情感到非常抱歉 那這邊為什麼用about呢 各位同學 如果你今天沒有要特別強調因果關係 你純粹表達的是對某件事情非常抱歉 那我們就用about就可以了 OK 好 那這個是第一段的部分 所以第一段的重點在講什麼 同學我們可以來看這個 左手邊這個地方 他有用一句話來做第一段的摘要 Paragraph 1 First points out the purpose of the later OK to directly apologize to the author's friend King OK第一段呢 直接點出這封信的目的 the purpose of the later to directly apologize to the author's friend King OK直接呢 那向作者也就是Thomas的朋友King 來做道歉的動作 OK 那所以開頭第一段 點出了寫這封信的目的 OK 那第一段我們先這邊告一個段落 那我們大家接著會往第二段前進 OK OK